七夕情人节 总统赖清德在桌面摆上 这两碗自曝氏 烙派过发 在我那个年代 七夕这一天 父母亲会准备油饭和麻油鸡 来供奉亲牛妈 保佑家中小孩平安长大 一边品尝油饭和麻油鸡 一边直呼有妈妈的味道 赖总统拍片祝福 顺便曝试一下生育率 除了赖总统 身为三宝霸的台北市长蒋万安 在IG放闪 和太太手笔爱心与三宝同框 蓝绿立委也纷纷出招 民进党郭玉琴 特地在桃园地方 举办捏青年土活动 制作浪漫玫瑰花 捏出来一小球之后 用指腹把它压扁 本来手就很巧的郭玉琴 一秒化身郭老师 亲自教学捏年土 和民众拉近距离刮钢筋 那将来其实我们也会往 所谓的亲子方面的一些活动 那也希望大家有空 可以到我的服务出来这边 而另一头立法院副院长江启成 po出和太太同吃一块披萨合照 桃园国民党立委 旅玉琳则是在脸书上晒出 三十八年前结婚老照片 只见旅玉琳身穿白纱 手捧红色火鹤 坐在车后坐低下头表情娇羞 她跟透露七夕这天同时是先生生日 因此向她趁乱告白 帖文一出也引发网友留言祝福 尽管工作场遇问正犀利 不过在西夕这天 就算是正台也染上甜蜜气息 先述黄水波的总裁背怎么办